我們昨天新增了164宗陽性個案 是創了疫情以來的一個新高 30個源頭不明的個案的背後 可能會有更多的隱形傳播鏈 根據以往四波疫情的文獻研究 每找到一名感染源頭不明的患者 背後可能有3至4條隱形傳播鏈 如果用這個計算方法來推算 社區可能至少有90條隱形傳播鏈 還有很多區域污水檢驗都能驗出陽性 亦都可能反映到社區有不少未發病的患者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昨天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會放寬 亦都不會微調社交距離措施 延長現在的社交距離措施 去到2月17號一點都不覺得出奇 其實一早亦都預料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 隨時可能在17號之後 還有需要繼續延長也未定 現在的疫情很可能繼續惡化 根本沒有可能放寬到社交距離措施 在市面上大家都看到人流仍然是頗多 其實都擔心 就算延長了這些措施 是不是真的能夠鼓勵到市民留在家裡 現在希望大家能夠明白現時的狀況 儘量避免跨家庭的接觸或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學生方面政府都宣布延長全港學校 暫停面售課堂到2月21號 這次食肆真的很傷了 傷到入獄了 禁堂食再次延長 也就是說情人節、元宵節 這兩個大節日都不會有萬事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 有一個估計 估計飲食業界最少會損失超過80億 晚市堂食現在隨時有機會等到3月 有一個全面或是較為放寬的可能性 因為這樣是很有可能的市面會出現結業潮 說到結業潮 香港有一間老牌的旅行社 星神旅遊有限公司宣布結束 這間公司的網站展示台有一個公告 表示董事通過了決議 將會根據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241條 啟動自動清盤的程序 星神2020年底曾經遭到丹麥旅遊服務公司 日品高等法院申請清盤 根據星神旅遊的網頁 在1971年成立 我對這間旅遊公司的感情特別深厚 當年當林金文先生是老闆的時候 我曾經在那裏做過暑期工 做領隊 旅遊領隊 那個年代是香港人出外參加旅行團的 一個很輕盛的年代 領隊出團的頻密程度是非常之高 高到可以說是一團接一團 在機場一回來帶完一團 立即再帶第二團 根本不需要回家 在那些日子真的很高興 我曾經帶團去過很多次泰國 去過台灣 去過日本 對一個還在讀書的年輕人來說 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這些都是以往香港的美好日子 現在疫情改變在一起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等了那麼久才終於等到特首 定下一個接種率的指標 林太公佈 將接種第一針的比率目標定在90% 就說這是政府的路線圖 這個路線圖真的會不會來得太遲 他說會用這個做基礎 去調整其他的措施 他形容提升疫苗接種率是出路 專家都不知道說了多少次 接種率是唯一的出路 政府真是好後之後國 他又說內地和新加坡接種率可以去到九成 所以香港也要有一個更加高的目標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比較 這些比較根本是毫無意義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特首宣佈了很多項措施出來 包括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止蝕 業務及處所規例 會擴大含蓋表列處所 將疫苗氣泡改名 正式叫做疫苗通行證 就說不同的政策局正在研究 緊要含蓋的處所 不過原則就是 總之室內能夠用得疫苗通行證的 政府今次都要用都要做 他表示日後如果要求打第二針或第三針 才可以進入表列處所的話 就叫我們不用擔心 會預留足夠的時間給大家打針 其實根本不用多說 只要政府定下了目標 告訴我們 達到這個目標 大家就可以生活如常 我們可以考慮與病毒共存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願意朝著這個目標走 政府昨天更新了安心出行的流動應用程式 加入自動顯示新冠疫苗接種紀錄的功能 以及儲存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書的功能 大家掃一掃那個場地的二維碼之後 如果已經上載了電子針卡或豁免證明書的話 這個程式就會顯示一個藍色的二維碼 如果未有上載任何疫苗相關的資料 就會出現一個紅色的標示 在頁面的下面有一個計時器立刻跳動 政府那邊說除了方便用戶 看自己逗留了多久時間在處所之外 亦都是幫助場所的負責人 去辨別這些疫苗證明資料的真偽性 防止有人截圖 用截圖的方法 騙這個場所的負責人 而進入這個場所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更新之後的安心出行 是加入了一個默認 默認是甚麼呢 默認開啟連接港康碼系統的功能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昨天回覆查詢的時候 澄清了一件事 他們說新功能是不會自動上傳出行紀錄 去到港康碼系統的 安心出行連接港康碼系統之後 用戶仍然需要自行登入港康碼帳戶 才可以上傳紀錄 而加入默認連接港康碼的設定 就是為了方便大家使用港康碼的意思 大家如果不想使用這個功能 是可以不用的 是可以在應用程式設定的頁面 關了啟動連接港康碼系統就可以了 這個選擇權仍然在大家的手 大家就自己作一個抉擇 都成功了 我們可以令你獲得真心啊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義 明神是很愛同志 他很愛我 也很愛千千萬萬的同志 尋找空間 尋找伴侶 人生不開心事十上八九 你每天都要做些事哄自己 尋找信仰 尋找選擇 尋找美容的療程也好 或者是一些程序也好 不是一些生同死的抉擇 尋找幸福 尋找快樂 大家看看這影片 尋找助力 然後去刺激節的陰記 我們一生都在沉沉滅滅 陳志雲 沉 與嘉賓分享每個關於沉滅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力樽 剛剛上完Steven King 我們就聊得很開心 也感謝志雲大師問了很多 可以疏離我自己的思緒 和未來的計劃的問題 和Phoebus甲哥也很開心 其實這個頻道還有很多好節目 大家記得訂閱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喜歡這裡說完這裡散 在這個散場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 Mr.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維噴 讓它裡面的齒子提取物 將飛沫細菌病毒 對聽的 不對聽的 通通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結痢主義 好主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